Hello大家好,我是Soreen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聊天类的视频 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一些 这个月读了一些什么书啊,看了什么好看的剧 那我在想为什么不用一个视频的形式呢 那么就今天呢,就想给大家聊聊天 然后推荐一下我这个月看了什么书 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个美剧 那么就开始吧 那第一本书呢,我要推荐的呢,是叫The Defining Decade 中文名字叫做《20岁光阴不再来》 这本书最开始是看Melody Blur在他的频道里面推荐的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好 它是一个美国的系列学博士叫Dr. Mark 做的一个TED的一个演讲 那这本书呢,就有点类似于是TED演讲的一个家常版 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本书的 先说这本书的缺点吧 那这本书的缺点就是 他讲的东西都不是很具体 他给出的大多都是一种idea和一种观点 那具体要怎么做,他没有讲过 那他的优点呢,就是他给出了这些 一些就是研究性的一个结论 能够对你的20岁左右的一个阶段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那这本书主要就是说在The Defining Decade 指的就是在20岁到29岁这一段时间的年轻人吧 一个成长的和Self Accomplish这种这方面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同学们大部分也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我自己呢,是觉得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什么呢,我现在也是正在处于一个要毕业的,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但其实他讲到的一些观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就是觉得给了我一个idea 我知道面对什么样的选择,应该去怎么做 其实他吧,我总结了一下这本书 其实有三个观点 那第一个观点呢,就是 你要获得一些身份的资本 然后提高一些就是个人的价值 在这段20岁左右当中 其实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十年 你会觉得他的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尤其是,因为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嘛 他讲的其实很多都是北美的一些现状 像我们在国内读大学的话 都是提前一年把工作 就是在毕业的前一年就把工作找好了 把研究生考好了 如果毕业了就马上去move on to that stage 你不需要去gap呀 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你不需要一段时间去寻找你下一个职业发展啊 或者是你的education 但是在北美就很不一样 很多人都会在毕业之后gap一年半年甚至有两年 我觉得在尤其是像我现在面临毕业嘛 找工作真的特别难 然后你还需要一些经验 如果你在学校待久了你会知道 其实你的education是不可能直接apply到industry的 所以就是这个经验方面确实是很欠缺 那我如果在毕业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那我gap这段时间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里面提到的就是 讲了一个人他可以选择 他是学艺术的 一个广告公司和starbark的工作让他去选 他当时是选了starbark的工作 为什么他觉得广告公司特别特别的boring 然后每个人都一种而鱼我诈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博士给他的建议就是 虽然你觉得starbark的工作更轻松 而且如果在公司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更想要一种轻松的工作 但事实上他对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没有用的 相反一些你认为不是很喜欢的 但是对你职业发展非常有帮助的工作 更值得你去选择 比如说你去做在广告公司去做一些相关领域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因为我的坐标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其实毕业之后有很多人会做sales啊 去餐馆啊 就打工 其实我可以接受 因为你需要在毕业之后有一个谋生的手段 你不可能说我都已经毕业了二十几岁了 还管家里要钱 我能理解 但是在你做这种对你的未来没有很大发展的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要去想过 我能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什么 他对我的未来到底有没有帮助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温水煮青蛙 很多时候在这个环境的影响之下 你就会丧失了对我原本想要找的工作的那种追求 就觉得做个sales也不错 然后挣的也挺多的 然后也可以移民 那你真正来到加拿大 你出国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想为了移民 然后做sales吗 还是说我真的想用我学的知识 然后做一些相关领域的工作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也让我思考了很多 这个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点就是讲的一种叫weak tie 就是一些弱连结 那比如说你跟你的闺蜜 你的同学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们是非常closed tie 但是这种你们为什么能就是实现这种亲密关系呢 是因为你们本身有很多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说你们都是性格大咧咧的 或者说你们都喜欢同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们是相似的人 所以你们面对的问题也会是相似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都不适合做public speaking 那么你的朋友可能也不适合做public speaking 那这样你们面对问题是一样的 你们就彼此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相反呢一些weak tie 比如说一些不是跟你很熟的那种acquaintance 或者是你在一些活动当中见到一些人 这些人因为跟你没有那么多的相似点 所以没有给你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但正因为如此你们的优势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包括我知道在北美找工作 真的非常特别看那种networking的一个能力 那networking其实并不是说你best friend给你推荐的工作 而非常大概呢我觉得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一些 你在一个活动当中遇见的人啊 就是你只见过一面的这种人给你推荐的工作 所以怎么说呢就要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吧 我知道很多同学肯定都跟我一样 因为我也特别害怕就是在一些 在一些meeting啊或者在一些information session 特别不敢讲话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应该去怎么怎么样 但是真的很害怕 第三点呢讲的就是在选择伴侣方面呢 要非常的慎重 这一部分我就不说什么了 说多了久一种像催婚的感觉 我也并不想这样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这本书 名字叫做The Defining Decade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中文的版本它翻译的有点更多 有点戏谑啊 有一种特意要往网络流行语方面靠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更推荐大家去阅读英文版本的 好那第二部分呢是想给大家推荐两个美剧 那第一个美剧呢叫做Law and Order 这是一个蛮老的一个剧了 我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看那个傲骨贤妻的Good Wife 那个时候就看网上有人推荐这部剧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资源 我就没有看 那就是这个就是我最近在多脑上看的嘛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第二部呢叫做人医的Good Doctor 那这个人医讲的呢就是一个 他是有一个有自闭症的一个天才医生 他的一个成长和工作的经历 其间穿插一些他年少的时候 大家看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跟他的弟弟从父母家离家出走了 然后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又没有钱 然后就需要再就跟别人 就怎么说用各种各种手段要去赚钱吧 而他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孩子 就是他也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然后也特别害怕去跟别人讲话 然后等到他长大之后来这个新的医院 然后这个新的医院呢 因为他自闭症嘛 他其实不太善于跟别人沟通 所以他的领导啊同事都不是很待见他 然后他提出一些观点也不被采纳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看这个剧 其实挺感同身受的 就是有一种自己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首先是你自己很害怕 你真的很害怕去面对这些挑战 而且在一些环境当中 你很担心别人不认可你 我觉得就是也挺纠结的那种内心环境 就有一种真的是对他既同情 然后又有一种代入感吧 那今天呢就聊这些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麻烦你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那我会打在视频的下方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呢 麻烦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今天特别特别开心 再见 拜拜